自2020年以来,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显著的趋势。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东部地区的一二线城市仍然保持着强劲的人口流入态势,而三至六线城市人口流动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其中,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继续吸引大量人口涌入,形成人口净流入地区。 这种趋势与这些城市的经济活力、就业机会以及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二线城市如成都、杭州、重庆等也受益于发展势头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入。 然而,人口流动的背后还反映出一些新的特征,如大都市圈的形成、中西部城市崛起等。 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圈的崛起成为显著特征。 24个1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贡献率持续超过80%,显示出人口流动更加向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方向急剧的趋势。 其中,广东省作为人口流入最为显著的省份之一,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合计贡献了62.9%的省内人口增长。 至于广深较宽松的落户政策以及超强的人口吸引力密不可分,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也在人口流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大城市周边地区也显示出吸引力,如靠近北京的廊坊下辖的固安县、湘河县、大长县等,其人口增长率显著提升,呈现出急剧的态势。 这一人口流动趋势也引发了对房地产市场和城市规划的关注。 人口流动的城市化需求与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密切相关。 在这方面,除了常住人口的增长,还需要关注小学生等年龄结构信息,因为20至50岁年龄段的人口一般是主力购房人群。 因此,对购房需求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分析常住人口、小学生和年龄结构等多个因素。 此外,城市规划和土地供应也需更加静细化,考虑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的挂钩,以及跨省耕地占卜平衡与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措施。 未来,随着农民工回流和产业转移的完成,中西部核心城市对本区域人口的红锡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预计中西部省份的人口流出地区数量还将持续增多。 在这一背景下,有关部门需要更加注重人口流动与城市规划、土地供应等方面的关联性,通过优化土地供应、深化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等手段,推动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良性互动。 在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人口流入一二线大城市的趋势愈发显著,这与大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密不可分。 过去两个十年,一二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地区数量持续保持上升趋势,形成人口净流入地区。 尤其是在2015年后,大城市纷纷放宽落户政策,引发了激烈的抢人大战。 广东省市其中的典型代表,2010-2020年间,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高达1318万,对全省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62.9%。 这主要得益于广深宽松的落户政策和超强的人口吸引力。 大城市的强烈吸引力也导致了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强化。 24个1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贡献率逐步提升,从2000-2010年的80.2%上升至2010-2020年的94.9%。 这意味着,中国人口流动更加集中在大都市圈,这一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 不仅如此,大城市周边地区也表现出一定的吸引力,例如,靠近北京的廊坊下辖的沽湾县、湘河县、大厂县等地, 其人口年均增长率显著提升,人口呈现出明显的急剧态势。 与此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对劳动力保持较大的吸引力。 近十年,浙江、福建、江苏等地的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显示出这些地区长期积累的产业和经济优势仍对劳动力有着巨大吸引力。 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人口流动中保持了相对的竞争优势。 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化特征也逐渐显现。 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这意味着要加大发展力度,吸引更多人才和产业投资,以实现人口流动的良性互动。 因此,未来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需要更加注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推动整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加速,中国城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一直保持着强劲的人口流露态势,而三、四线城市和五六线城市的人口流动特征逐渐显现。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数量相对较少,甚至在2010-2020年间,有的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各数仍为零。 相反,三、四、五六线城市的人口流出地区数量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六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的数量占比增幅最为显著,达到17.1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背后,反映了中国城市体系的调整和优化。 随着一二线城市的发展相对成熟,人口流入逐渐趋于稳定,而中小城市正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地。 不仅如此,一些大城市的周边地区也逐渐展露头角,成为人口流动的热点区域。 例如,靠近北京的廊坊下辖的固安县、湘河县、大厂县等,近年来的人口增长率明显提升,显示出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对房地产市场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传统的判断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考虑常住人口,还要关注小学生等因素。 在当前无户籍限购政策的背景下,常住外来人口的购房需求也逐渐引起关注。 然而,这部分人口由于收入较低,受到区域住房限购政策的制约。 此外,购房需求还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20至50岁年龄段被认为是主力购房人群。 因此,房地产市场需要更深入地分析人口结构,以更好的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 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以消除人口流动的限制。 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在推进中,但一些大城市的落户限制仍然存在,这对于充分发挥城市急剧效应,推动服务业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当前的抢人大战中,城市通过提高户籍制度的包容性,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年轻人口。 但更关键的是,通过产业发展和改善公共服务来留住这些人口。 此外,低收入者对于城市发展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低收入者不足,将制约城市生产和生活成本影响整体经济稳定。 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发展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时刻。 未来城市规划和政策需要更加注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推动产业升级,完善户籍制度,优化公共服务等手段,实现人口流动的良性互动,为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人口流动对于中国的城市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继续推进一系列政策和改革。 在保持货币政策和房地产金融政策的长期稳定方面,有关方面应当着眼于防范房地产过度金融化的风险。 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能够稳定购房者的预期,同时有效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抑制投机性需求。 对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用途,应该规范其行为,避免过度融资,确保企业有合理的融资需求,并给予一定时间窗口,以便自救。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建立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住房金融体系,以保持房价的长期稳定。 随着大开发时代的结束,土地出让金减少,交易环节税收减少,房地产税作为替代土地财政的趋势逐渐显现。 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税对于成熟市场经济体来说是地方财政的重要和稳定来源。 我国在2021年10月已经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然而,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稳增长是头等大事,因此在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未来,应该建立科学的经济模型,评估房地产税对各方的影响,为推动改革提供更为详实的依据。 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和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调整。 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着力解决人口流动带来的新问题,努力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综合试测,如深化土地制度、优化土地供应、推动产业升级、改善户籍制度、稳步推进房地产税试点等,可以为中国城市未来的规划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科学、长远的发展理念,确保中国城市和房地产市场朝着更加健康、平衡和可持续的方向前进。